看到美股近期有个高位调整了下来 但是昨天开始有点害怕 大家最近担心债息升 即是能源危机的问题 好像暂时现在是否情况输缓了 最新的发展你怎么看 对于美股的调整压力会否降低 暂时来说 如果以纳指为例 比较受着债息去飙高影响的一个指数 现在其实它基本上可以说 是去到近7月的低位 暂时叫做是站稳了 如果你说要去由9月下来 一个短期的调整的一个小型的下降轨 其实是未可以说突破到 虽然弹了一点 但是我想我们继续去看今晚的情况 如果是之前减了一些货 我有意入场想去试的 今晚看情况如果继续向好 才去少着试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危机 未可以说是完全解除的 当然如果你去一个 由一个长线的角度看 那我都比较看好美股那边 其实它长线也是向好的 如果你要去看到 很长线 譬如说NPF的角度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 特别转走去保守 或者转回港股这边 那就暂时没什么需要去特别 去动的了 如果你看到很长线的话 甚至因为有些会是 就是长线向好 我就不问价 每个月去买 或者有些会月供 指数的ETF 那如果你真的看到很长 也都不管短期的波幅的话 那整体都还是OK的 因为美股升了很多 就是港股今年 其实都没什么表现的了 但是美股呢 譬如是以S&P500为例 如果由17个月里面 基本上翻了一倍 我记得上两次 我们可能一个月一次上来 都是有说起了 其实是有个调整的危机 或者可能性 在酝酿着 所以你跌回一些 现在都譬如纳子 应该都还未够一成 其实跌回一成 都是很正常的调整 就是如果他们 升了这么多的时候 所以你由长线角度看 还是OK的 但是如果是由 如果关注短期的波幅 其实现在就未可以 完全说是解除了危机 还有如果由基本面上 看危机 暂时是 说来说是多几个因素 比如就是国债问题 以及债息上升 加息的忧虑 之前就看起来 会未那么大的问题 反而会觉得 是不是一个借势调整居多呢 如果那个债息去上 大家会提高加息的预期的时候 但是这一期就看到 越来越多的迹象 其实是有一些滞胀的迹象 滞胀是一个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 现在比如看到很多的商品 能源这些价格高期 很大程度就未必说是因为 如果一个健康的通胀 或者是一个经济上升的周期 那是会随着那个 output和那个价格 都是上升的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情况就不是 比如以油价为例 其实就是因为各国的政府 其实是一个新旧的能源交替 因为全球的政府都很想去一个发展新能源 而旧式的是被打压 政策上 很多的政策都不太有利 那么变成了他们就 那些公司不再想太去投放那么多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现在一个重点 大家关注新能源那边的增长 比较是未来重点发展一些的一些板块 但是反而油价还可以升呢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去益压回产量 就是比如刚刚的就是油早开会 也都不想去加大增产 加上其实就拜登上场之后 都打压美国的业岩油 那就令到更加油早和沙特 也都不需要说去和你压得有价格 那就反而就不想去这么加大产量 去保障回自己 就是这个是油价一边 其实有些其他的行业 都会见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就变成了个价格升 就不是因为复苏 需求真的增加得很强劲 其实而是因为供应商那边 不太愿意去供应 这个就不是那么健康 而且是政府来说 也都比较难去处理 就是其实呢 加息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了 但是如果你再加息 加息再长一点 那应该是开始收水 缩减买债先 如果你再缩 其实就也都会担心影响到 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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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